1月8日中港兩地成功已經開關 而且過程非常順利 而且名額非常足夠 這是對大家來說莫大的好消息 所以我很多觀眾馬上找了博士 博士,怎樣去看樓盤 我很想參加看樓團 所以2023年第一場 V家的大灣區物業聯展展銷會 將會在今個星期六即1月14日 星期六由上午10時半到下午5時 全日有一個大灣區物業聯展展銷會 當然所有博士有很多城市 選擇出來的一些筍盤 除了之外 我們V家有裝修王、管家王、家屬王 V家旅遊 或者陳律師一些法律的諮詢 其實我們有十幾個攤位 到時非常熱鬧 如果大家想著現在開關 想著上去大灣區 自由行也好 想著參加看樓團也好 這個物業聯展展銷會 是一定要參加的 當然我博士的展覽會 當然不單是物業展銷 我一定邀請我的朋友 陳律師 中港兩地的資深律師 如果大家在大灣區 你的物業或資產 記得立張平安寺 為甚麼呢 當然 陳律師免費演講會 到時 陳律師會免費分享 跟大家說 究竟為甚麼 如果你有物業一定要立張平安寺 才要安全 另外最近最熱鬧是港車不想 港車不想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原來這部港車要在大陸買保險 我相信香港人 大陸的車店要買保險 試都未試過 聽都未聽過 所以 大陸我請了我的老朋友 Cherry G 中港兩地的資深保險業 他很清楚 他會教大家 如果港車不想 究竟在內地 如何用保險公司去買保險 一出事 又如何申報 如何處理 到時亦有一場演講會 還有 最近最熱鬧是甚麼呢 我們公司Laura 最近非常熱鬧 經常上上下落落 剛剛才上去大灣區 又回來了 所以他又吸收了很多經驗 上下落 究竟過程當中 有甚麼注意 有甚麼提示 尤其是進入大灣區生活 原來有很多APP Apps 小程式 原來大家一定要懂得如何使用 大家慢慢 進入內地的時候 你才會暢通無阻 Laura亦都有一場演講會 當然 不少過我博士 我博士都有一場演講會 現在開關了 很多觀眾 或者現在還在選擇 很多時候都是 趁我開關 參加看樓團 親自進去選擇 但也有很多中伏位 究竟要注意甚麼呢 我有八大秘訣 要教大家 到時 亦都會免費分享給大家 所以有演講會 亦都有我們很多的展示會 很多的專家的分析 最重要是 到時我們亦都有很多的看樓團報名團 到時我們有不同的旗 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樓盤機器的看樓團 亦都有特別的優惠 到時在現場便可以報名 無論在過年之前 甚至去到過年之後 我們很多團都會推出來 到時大家想了解深密一點 記住14日星期六 來這個展覽會裏面 所有大家 大灣區的資訊 開關之後 究竟我們怎樣想去大灣區 怎樣想去 怎樣流程 全部在戰覽會 所有資訊都會給大家 到時見